好 那麼監委 在禮拜五要行使同意權 國民黨點名說兩個 叫做現代勤快 勤快不私人當監委 他們點名叫做蔡崇義跟高永成 到底怎樣 禮拜五的怎樣 禮拜五現在 2020年有今年監委提名名單 他提了27個裡面 有24個其實都相當綠 都是跟綠有關係 或是前立委或是黨員 或是前民進黨的官員 關心密切的 蔡英文還說 我這是提名的 好多元 一片綠叫什麼多元 如果這是多元 那什麼是不多元 各式各樣不同的綠 不同的綠 還是綠 還是綠 來 放心 有沒有看 其實像蔡崇義跟高永成 在進入監察院之前 他們打的還是民間的 這樣子的一個單位的一個口號 高永成還是民間私改會 非常重要的成員 可是你看他們最近所辦的案子 我覺得其他的 他們跟陳詩夢一起辦的案子 我就不去立講了 最近這一個曲棍球的這個案子 曲棍球協會那個時候 為了段一康 為了幫他自己的民進黨的同事 然後一起來助選 他就要去誤指 當時曲棍球協會的秘書長 林昌敏 這是國民黨的立法委員 然後當時在選彰化縣長 就誤指他說A了錢 他說如果他沒有 那我就吞曲棍球 結果後來檢察官一查 真的沒有 所以就沒有起訴 因為沒有起訴這件事情 段一康到現在很難公開現身 因為他只要一現身 他就問他說你曲棍球吞了沒有 每一個人就要問他說 你曲棍球到底吞了沒有 現在我們發現到說 最可怕就在這邊 高永成也好 蔡崇義也好 他們就因此去辦那一個 辦曲棍球協會 不起訴的檢察官 然後彈劾他 司法院整個的職務法庭 整個把所有的卷宗看完了之後 這個不起訴是合理的 這完全是合理的 所以這個人被彈劾了 檢察官被彈劾了 司法院認定不需要懲處 監察院還有任何微信嗎 可是接下來你就發現說 他們把整個檢察官 監察委員約詢檢察官的 所有的錄音帶 錄音資料 全部公布了之後 蔡崇義 高永成 怎麼樣子大大大的說 高永成是大大大的去 跟那個檢察官說 你也好做事 我們也好做事 你以為段寅康委員 不會來找我們嗎 段寅康委員就來找我們了 我們壓力也很大 如果我們現在不能夠讓 這個案子翻案的話 你叫我們要怎麼辦 你不配合我們 那我們就只好彈劾你 我們彈劾你之後 這個案子才能再審 請問下這是什麼心態 我幫段寅康出一口氣 所以我要去彈劾一個檢察官 一個監察委員 過分的干預司法 莫此為勝 這兩個都還不是民進黨籍的 都已經做到這個程度了 可是這一次蔡英文 還要繼續的提名 蔡崇義跟高永辰 我剛剛說了蔡崇義也好 高永辰也好 之前跟陳詩夢 他們所辦的案子 其實這社會上 已經有非常多的聲音 認為其實是非常的不適當 尤其司法院的 司法體系反彈非常的大 可是這一次 蔡英文人就要提名這兩個人 這兩個人其實做得很過分 但我要講的是 這兩個還有所謂的 非民進黨籍的身分 我請問你 陳曲 你大家看到了李靖勇在中選會 是如何做的 如果到最後監察院 只成為了政治打手 那整個台灣社會會變得更加的可怕 六位 我們今天早上在立法院 開了公聽會 聽取了學者專家的意見 其中有一位學者 他就表明的講說 監察院誰去監督這個監察院 到目前的制度上面來講 看不出來誰可以監督他 那在這樣的一個狀態之下 如果民間沒有任何的機關 可以去監督監察院的話 今天監察院的院長 是不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角色 因為沒有任何人可以監督他 可是我們看到 今天民進黨提出來的是陳菊 陳菊他有五六十個案子 這個我們不去提他 憲法針灸條文裡面 白紙黑字講了 就是監察委員他要超脫黨派 可是我們今天看到陳菊 我們就回來講的是講說 他只要退黨 脫離民進黨 可我們從他的過程當中 我們今天問的是 你超脫黨派到底是形勢上面 沒有任何黨籍 就叫做超脫黨派嗎 還是是說 你真正從頭到尾就是這樣想法 今天學者專家 還提出來一個問題說 陳菊作為一個 國家人權委員會的一個主委 他是不是夠資格 今天的學者專家 還是民進黨提的這個學者專家 他就提出來 這一次提出來的人選裡面 沒有任何的被提名人 有國際人權的經驗 今天國際的人權 並不是說你喊話說 你需要政治 你要顛覆這個政黨 你要取得執政權叫做人權 我們今天提出來問的是說 那小明呢 小明到今天為止不能夠回家 他的人權監察院 或者是現在有任何人看到 小明的問題嗎 你現在不管是衛福部部長 或者是其他的人 你不讓小明回家 這樣不算是違反台灣的法令 我們在講到說 你的手機行動監控 這樣的一個情形 不合台灣目前的法律的規定 這個監察院到底是採取什麼樣的態度 凡此種種 這些其實都是人權的問題 可是我們到今天為止 沒有人說到到底這個末代的監察院 因為大家都在喊這個廢考監 大家也說廢考監已經達成共識 如果廢考監真的達成共識的話 那這一次被提名的監察院人權 就是末代的監察院的人選 那這個監察院的人選 到底它的功能是什麼 我們看到調查權的部分 大法官的解釋說 立法院也有調查權 所以調查權不是一個問題 那第二個我們講說審計的部分 也有審計部在處理 所以只剩下糾正跟糾舉 可是我們看到過往的情形 就像剛才鳳馨有提到的 監察院糾舉的情況 糾正的情況之下 彈劾的情形 到底司法的體制裡面 有多少認為監察 所以他的性 他的公信力基本上來講 在民間他其實是不存在的 好 那麼監察院今天舉行 今天舉行監察院人士的公聽會 比如說東海大學的教授 林滕堯就說 說你民進黨 之前都主張廢監察院 結果你現在居然都提滿了 而且他說蔡英文當民進黨主席 主張將廢除烤監兩邊列入 第一階段的修憲 結果就任四年 自食其言 所以把監察院當成政治交妓院 什麼意思 就來分配 就給你這個好處 給你那個好處 然後立委沒黨選的 或是不能選的 就給你一個監察委員等等 變成這樣子 國民黨發布了一個叫新東廠 認為監察委員叫做新東廠 要民眾打電話 他要民眾打電話給誰 他要給你選區的立委 打給民進黨主張黨部 打給總統府 告訴他們你反對 這樣的提名 我們看一下 立委監委 陳詩孟 就曾公開承認自己當監委要 辦藍不辦綠 難怪認為你會辦藍不辦綠 很可能 怎麼說 到時候就會知道 點出過去監察委員的整理事件 國民黨這回不占領立院換一招 把認為不適任的監委 放進影片裡說明 要人民拒絕新東廠 還貼出總統府 民進黨中央黨部 立委辦公室電話號碼的連結 號召支持者打爆綠營電話 就民進黨俠過半數優勢 在國會多數決的情況下 國民黨自己要擋下監委提名 微乎其為 現在要靠民眾來幫忙 活動發起到現在三個小時 民進黨的立委辦公室人靜悄悄 不過助理們也會擔心 未來一週電話會接不完 助理平常還要接選服 事情可不少 但民進黨立委們看對手這動作 都不以為然 怕打電話不夠 國民黨還會再出招 呼籲大家14號一起到立法院 來發出你的怒哄 國民黨立委自知勢丹利寶 這回乾脆結合院外民眾 要讓民進黨下週的監委投票 不好過 記者是說三個小時都沒有人打電話 還是怎樣 你們耗的招沒用 應該不是 因為這個影片其實是 從昨天晚上才開始出來的 開始散發出去 然後其實今天聽說 這個行政院體系 有祭出一招就打電話去 就是假裝都沒有人接電話 就是我在群組裡面有看到 就是已經有人打電話 反映說打去的話 就是故意都不接 就是沒有人接電話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 其實國民黨要做的是說 把所有這個新東廠的意象 透過影片 讓所有的民眾可以了解 那民眾可以用自己的方式 去表達自己的不滿 因為這件事情 不是只有國民黨的事情 這件事情是全台灣社會的事情 剛剛我們聽到會覺得很悲哀 就是說當大家要問說 誰來監督監察院的時候 我覺得我們台灣的這個 武權分立的精神 監察院已經被民進黨玩完了 照道理來講 監察院的設置 就像司法院一樣 他是一個超然獨立的機構 他要來糾正彈劾別人的 如果淪落到 還要有人來監督他 那表示說已經有人濫用這個制度 從陳施孟的提名 就可以看到蔡英文總統 他有尊重監察院的整個行使的這個權利嗎 完全沒有 你提名陳施孟葬的人 包括現在你看到的 他新提名的這一波的人選 蔡英文總統 我只能說你好敢講 很會講 但是你講的都不是事實 你說你提名的名單 比馬政府時期還要好 這真的是丟臉丟大了 你今天所有的人統計起來 27名有24名 通通都是跟綠營關係密切的人 而且這裡面你看都是跟派系有關 跟某一些大佬有關 都是有裙帶關係的人 有辦法的才可以擠入這個名單 你還好意思說 你這一個名單是有多元有平衡 我覺得這個蔡總理真的好好想一想 你作為總統 你把監察院玩弄致詞 然後讓他淪落致詞 你真的是這個很大的罪過 好 那麼國民黨這個新動態影片 你就問我 我覺得不應該用陳施孟 他真的沒有提名陳施孟了 你們拿他出來幹什麼 你應該以現在的 裡面有很多 你應該以現在的 以現在為主 不是 媒體好像都變成陳施孟 陳施孟已經過去了 另外一點 就是他們現在有一個新招 就要選民打電話給他們選 你去立委 不是給國民黨立委 不一定國民黨 可能他們要你打電話給民進黨立委 這招是學雷根 我記得很清楚 雷根當年他的國防預算 在國會被很多 被民主黨的議員反對 雷根出來講話 說請你打電話給你的議員 給你選區的議員 告訴他們 他們錯了 你們的總統是對的 民主黨立委接到 不知道多少電話 後來國會不敢去反對雷根 所以雷根知道很厲害 國民黨有這招 所以我很在意 就是說到底有多少選民 會聽國民黨號召 去打電話給民進黨立委 打給行政院 打給總統府 如果都沒有人打的話 民進黨笑死了 你國民黨立委 立法院打架也不行 講話也講不過 霸佔主席霸佔不夠 連呼籲他打個電話都不打